甲敬文开心晒的妞出声照?前夫却突然公开这张照片却被网友骂翻,真的太自私了。 女星甲敬文卓今年3月开心宣布三女儿的妞诞生。许多亲朋好友都送上祝福,而她的前夫孙志浩郑乔也在微博晒出女儿梧桐妹送的生日卡片,但却因此被网友骂翻,这怎么一回事? 孙志浩在微博贴出这张梧桐妹送的生日卡片照,写下,爸比现在才看到奶写给我的生日卡片,超级感动的。 谢谢奶这么sweet的祝福。nona阿姨和我会一直疼奶爱奶的。 翻射孙志浩微博。 只见生日卡片中可以看到不少孙志浩与爱女的合照,网友看到不禁骂,为什么自己可以让女儿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却不准身为还是孩子妈做同样的事,明显双重标准。 所以爸爸可以poo女儿照片,但是妈妈不能poo我。太自私。 翻射孙志浩微博。 为什么网友会这样说呢?据了解,贾静文从未让梧桐妹容冒曝光,原因就是他与前夫孙志浩的离婚协议,贾静文说,唯一能让他留在我身边的条件,就是不能正常的曝光,保护奶要遮住奶的脸是真的怕失去跟奶的时光。 翻射孙志浩文脸书。 根据苹果报道,双方离婚协议中的重点约定,第一便是梧桐妹不能够参加公开活动,更不能在媒体上曝光长相,第二便是她到海外拍戏不可以超过五天,如果违反以上条件,南方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此次孙志浩协认出了妇女合照,因此被网友批评双重标准。 巧合的是,贾静文的在婚对象修杰凯,和前夫孙志浩都是3月6日生日,修杰凯当天也开心晒出武统妹宋的生日卡片。 翻射修杰凯当天也开心晒出武统妹宋。 翻射修杰凯脸书孙志浩,美籍华人,上海天虎国际货运总经理,台湾艺人贾静文的前夫。 美国纽约大学毕业。 孙志浩的爸爸孙文奇曾经在大型货运物流公司天虎货运有限公司任职,后在上海开设德威,虎威两家货运公司。 孙文奇有两个儿子,孙志浩是其中之一。 孙文奇在离开天虎货运之后自立门户,孙志浩则在纽约大学毕业后,协助父亲处理上海的生意业务。 这样是双重标准吗?不管怎么说还是祝福贾静文一家人,要一直幸福下去我。参考来源。